修行在哪里修啊 念经是不是修行 不是 听教是不是修行 也不是 每一天念佛课头是不是修行 也不是 那什么叫修行 修是修真 行是行为 行为很多很杂 佛报道归那为三大类 身口意 身你所造作的 这是行为 口的言语是行为 意的齐心动念是行为 如果 身所造的 口所说的 念头所想的 都还有自私自利 都还有明文理 都还有贪嗔痴吗 这不是修行吗 我们听经研究经教 念佛 要把不善的心形把它念掉 这叫修行 言见四尔文身 动了个念头了 喜欢动了贪心 不喜欢就动诚慧心 这都是错误的行为 怎么个修法呢 用这一句名号 贪心猜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把贪心换掉 用这个佛号把贪心换掉 成慧心生起来 也生阿弥陀佛 成慧心换掉 这叫真正修行 这叫真正慧念 你念这个佛号很管用 把你的烦恼习气 业障全念掉了 如果我们念佛 听经学教 与我们的烦恼业障 不发生关系 这都白念了 这不是修行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错误的念头 错误的言论 错误的行为 你并没有修正过来 这样修学法 修一辈子也没用 到最后 还是要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很麻烦 我们还要非常认真地 去体会 六道轮回的 运运相报 我今天骗人 来谁人骗我 我害人 来谁又人要害我 没完没了啊 生生世世 苦不堪言 那报复 不是报复的恰到好处啊 都是过头啊 那你就想的 一事比一事严重 一事比一事残酷 这是四世真相啊 都搞清楚了 都搞明白了 一定要有真实性 说诚实 与 我已经想通了 我已经搞明白了 我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 我决心到极乐世界去 那这个事件 统统放下 这才能去得了啊 我说 我决心到极乐世界去 我决心到极乐世界去 我决心到极乐世界去